現在大概是下午3時9時左右 我們由9時多早上開始 一直撿垃圾就撿到現在3時多 現在我們在大帽山上面 經過這幾個小時撿垃圾之後 我們就發現有練了兩個超能力 第一種超能力就是 你可以暈暈的草地裡面 還有沙桌裡面 一硬就看到煙頭在哪裡 因為實在太多煙頭 我們今天撿了這麼多小時之後 現在善風數字是1390個煙頭 另外一個超能力就是 你現在的鉗可以任何東西都撿垃圾 包括尿片 口罩 玻璃瓶 膠瓶 火鍋瓶 什麼都好 全部你都撿得到 我是因為有追蹤 Greenpeace 和山女的Page 和Instagram 就知道他們有搞這個活動 這次活動是香港山隊邀請我們 他們負責去找一些參與者 而我們負責安排活動的細節 例如我們怎樣去撿 撿完之後怎樣去處理 例如我們完成這個活動之後 我們會拿回山腳去做一個分類 還有一些簡單的清洗 然後會拿回收 將部分的可回收物 在路線考慮方面 我們都是選擇在終點裡 可以有地方去撿垃圾 以及去做一個分類 加上這裏其實上個星期 都是其中一條很熱門的行山路線 對於這件事環境的問題 我知道我一定在這個站去做 要不然你知道我會去做 要等些甚麼 我們這次分了五個類別 分別是一些膠瓶 一些金屬罐 然後一些口罩 煙頭和一些普通垃圾 膠瓶是一個比較容易回收的東西 而我們拿回山去做一個簡單清洗 就可以拿回收廠處理 金屬類罐其實都是同一個原因 另外一些口罩和煙頭其實就是 第一去到環境有一定的影響 另外我們都想知道 其實數量大概是如何 之前也有靜過山 今次我覺得最誇張的是煙頭 叫做金西微的 每人覺得小小的煙頭無所謂 草可以誇張到這個地步 不要緊 有時可能生果或果皮 蘋果的芯之類 都是大自然的東西 它都會自己分解 隨手就扔掉 但果皮不會那麼容易 你只想釣在路邊便會分解 野外的動物 例如野豬 猫 猫 或者小鳥 它可能就會吃掉 剛才很誇張 就是有一個玻璃的酒瓶 剛剛撿到尿片 手尾的包好 但包好就丟在一邊 挺有趣 玻璃瓶你不可能丟在這裡 你會期待有人幫你跟手尾 或者你期待它會自己分解 其實我們剛才會發現很多石 有很多垃圾 它是各式各樣的 可能是一些膠 鋁罐 甚至是蓮花燈 太陽林板的蓮花燈 我們都會見到 其實最重要都是行山不流行 在這段抗疫的時間 市民在享用這個膠的公園 其實都應該對這個膠的公園 負一定的責任 最基本的責任 最基本的行山禮儀 就是不要留下任何痕跡 其實行山本身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香港的郊野也是很漂亮 所以大家喜歡去行山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任何市民帶上山的物品 都應該帶回到山 既然你有能力帶那麼多東西上山 其實你應該也是有能力 同樣帶回那麼多東西下山 我覺得是全部人都是 見到就撿 每人每次帶小袋子撿 每人彎腰一次 是輕鬆過一個人彎腰幾百次的